歡迎收看不熟不熟 這次我們做個宵夜 時間都不早了 那就做一隻吃一下吧 這次想說一下怎樣去開一隻尺背 之前都說過的 這次我們再詳細多一點 我們之前說過 假如這隻尺背是關起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打爆它 又或者你可以用背刀 就在它後面屁股的位置 就將殼拋開它 你拋幾東西 其實它隔起的位置就被你撩爆了 撩爆之後 就可以沿著那個殼的邊 就將它每邊的背處位都切斷它 每邊殼的盡頭都有一顆 換句話說 即是你要切四次 留意你的殼刀或者背刀 你是要貼著殼的頂部 要不然就很容易將那些肉撩爛的 開開之後就可以很輕易將那隻尺背拿出來 這些尺背就很粗生的 我們先放在一邊 假如你要一個殼來做裝飾 記得記得就沖水的時候用刷就刷乾淨 因為殼上都有些泥就黏在這裏 下一步就拿砧板砌架部出來 哎呦 不好意思 反轉了一隻碟 好了 我們先清理一下 第一件事 我們要少少青瓜做裝飾之餘 是可以令到那個味道就清新一些 夾在一起吃 其實從尺背都很夾的 就刨青瓜絲之外 都要少少檸檬的薄片做裝飾 檸檬就不一定要用 然後下一步就要剪裙邊的位置 有抽紅色的抽東西我們是不要的 沿著那個背柱的粒肉切 就可以清理刮走 OK的 然後假如你要裙邊的 當然你要把裙邊的膜剪開之後 就用刀輕輕把裙邊的位置都刮一刮 就慎防有些東西黏在這裏 我們刮完之後 下一步都會做這個清洗的步驟 下一步就弄尺背脊肉 主角 我刀就把它開一半 假如你做壽司的話 你開到去雞關的頂部就好停下來 假如做刺身 你可以直接開一半 當然你要開得平均些才漂亮的 然後就可以將它的內臟去掉 其實是乾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腥的 還有我們是不會吃的 所以記得記得 就要去得乾淨些 去盡些 刮乾淨些 都不怕的 我們剪了之後 就可以將它旁邊 假如有的位置都刮一刮 就刮到盡頭之後 就將位置剪走 這樣就可以了 剪回齊整些 很多人都問 尺背可不可以開定 其實是可以開定的 假如大家是想著早點開定 你做完這一步 我們沖乾淨之後 在用鹽之前停下來 就OK的了 但是這次我們是即食 所以就可以直接進行下一步 好了 我們清洗一下砧板之後 就可以將剛才的尺背過一過水 目的就是可以將它的砧板就沖走一下 假如你想洗得乾淨一些 可以用一點點的食鹽 就幫你去搓一搓它表面 就令到它釋放多一點的砧板 這樣清洗的時候 都會容易很多 進行清洗的時候 就可以用水喉水波幫你 假如你想那個食的口感好一點 你可以再過一個冰水 完成完之後 就可以用一塊毛巾或者廚房紙 可以吸一吸水 擦一擦多餘的傘 或者是擦乾淨它 完成之後 就可以進行食用了 假如有裙邊的 都在這個時候就擦乾淨它 不知道當中有多少人喜歡吃赤缽的裙邊 裙邊的位置是爽脆 是脆口的 還有不是偏偏肯做的 太煩了 好了 完成之後 就可以吃了 可以擺盤 我們將殼粒放在碟裏面 你不想食物直接碰到它 所以就可以鋪檸檬 然後將適量的青瓜絲就放在上面 先放一塊裙邊 然後就切塊 好視乎你想那個反應是怎樣 假如你想撩起撩得多一點 就可以在尺背的邊 就不停去壓刀下去 切斷它的肉 假如你想去拍打的時候 會抹開 抹得更厲害 就可以用刀尾 不停去塗在肉那裏 所以切斷它的 切開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當然是拍打它 我們拍打的原因 並不是要玩食物 記得 這個是要增強它的口感 令到吃的時候更爽 更加濕淨 拍完之後就立即吃得了 這次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擺盤 你想再漂亮一點的話 就可以將青瓜絲再切齊一點都可以的 然後少許檸檬皮 給它一點味道 再清新一點 好了 今集這個尺背刺身宵夜完成 那就五分鐘內完成的影片 那就多謝收看不熟不食 喜歡的網友希望都要分享 讚好 訂閱 追蹤小弟的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我們在不熟不食Cooking Room 2K 我們下次見 拜拜